欢迎收看第二期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 中美开展 美国终于严议长 陪洛西宣布会访问台湾 在接触新闻媒体访问时 她说她不会透露访问的航程 特别是关于会不会访问台湾 不过据另一方的消息 透露陪洛西会许臣访问台湾 在这个周末 陪洛西已经许臣访问亚太行程了 她已经确定访问亚太行程 第一章听说是访问新加坡 至于有另一方的消息传言 陪洛西会乘坐美国的 雷根号航母 由航母战斗机F-35 隐身战斗机弹行 这就是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F-35垂直隐身战斗机F-35 会全程在座美国的众议员 陪洛西访问台湾 这对于中国八亿渐进节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挑衅 现在美国三艘航母都聚集航程前往台湾 以及预付这次美国众员陪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个行程 陪洛西访问台湾是25年以来访问台湾最高阶级的官方人士 就是说除了美国现役的总统 就是拜登和副总统 第三号人物就是众议员议长 陪洛西 这对台湾来讲是 特别是说台湾的台独人士 是一个十分欢喜的节日 因为他们看到台独的日子的到来 而对中国来讲 八一渐进节是一个宏伟 很热闹很伟大的日子 怎么容忍台独人士 容忍台独人士 特别是提倡台独人士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呢 这简直是 蛮刺在背 对于这个周四 中国最高主席 习近平 总书记 以美国的总统 拜登的会议 习近平在会议中多次提出 拒绝陪洛西访问台湾的航程 要美国总统拜登加以阻止 不过美国这方面的消息是说 至于陪洛西访不访问台湾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永远不会改变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而他与台湾的建交是不可能的 所以陪洛西访问台湾是否不应该会影响中美的关系 但是以中国的角度来观察 中国是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神 绝不容许台独人士 特别是陪洛西飞打台湾访问 这会助长台湾的台独人士 纵容台独人士的风风火火 这对中国中央共产党是一个重大的挑衅 特别是在八一建军节 习近平怎么能够下得了台 怎么能拿下他的荣面 现在的战情是 中国的两艘航空母舰001 辽宁舰与002 山东舰正在整修 对于中国的航空母舰还未成型 而且003现在只是在下水仪式进行 所以中国完全没有航空母舰挡住 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 以及一艘轻型的航空母舰前来 中国暂时只能用076与075 两个神盾舰 对抗美国的雷根号航空母舰的到来 同时中国已经发言 现在在7月29日 30日31日 在中国的东海沿海部分 在雷根号行程的东海区域 发生实弹演习 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三艘航空母舰 以及航空母舰的舰载群 他们会有重重的 四方方面 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的防卫系统 三一的防卫系统 对于中国现在能够采取的 更严厉的阻止 培罗西访台 就是会用 尖二十 尖十六 尖十六D 半人行 裴洛西 半飞 这就是说 中国的尖二零会对抗上 美国的F35 在最近的军事比较上 F35与中国的尖二零曾经有一次插枪走火 至于在数字量上 F35应该是比较多 不过在质量上 中国的尖二零会稍微的赢一点 而且在速度市上 中国的尖二零能够飞行于每小时 大概是两千五百公里 而美国的F35 这支肥电 只能够飞行于岔盖 一千八百公里 而且在造价方面 中国的尖二零花了一千两百万美金 所以而美国的F35 只是花了总共八百万美金 所以至于电站系统方面 中国的电站系统在尖二零等等 是凌驾于美国的F35之上 另一方面 中国有可能采取用沿岸的东风系列 发导弹 击毁来犯的美国F35飞机 不过万一中国真的插枪走火 发射了东风系列导弹 美国是否三艘航空母舰的三立三百六十度的防尘网 能够阻止它吗? 听说中国的东风系列四十亿 已经达到十倍因素 一个导弹从外太空滑翔飞落寄毁移 地面上台面上的航空母舰能够分散成二十个弹头 所以到底是中国的 以天剑东风四十亿导弹更强 还是美国的屠龙刀三艘航空母舰的保护层更加强 这个毛以盾的对决 以天剑以屠龙刀的对决 武林门主的产生 就会在这次的陪洛西访问台湾 发生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龙争浮斗 大物关键我们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 或者中国会采取更冷静的态度 或者派歼20等飞机到台湾岛 半行飞行一周 或者没有任何东风的导弹发生 万一中国的东风系列发生了导弹 击毁任何美国的一艘军舰 或者一艘飞机 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的 所以这可以说是中美对抗 从96台海危机以来 中国发射了两枚导弹 当时李丁辉抬唱两国论 就是中国是一个国 台湾也是另外一个国 当时中国向台湾海峡 发射了两颗导弹 不过当时美国关掉了GPS 让中国失去中影 无法控制导弹发射的位置 现在如今 中国已经非细笔 它的科技已经一日千里 已经能够把太空船 太空站建设在太空之中 成为巨美国和俄罗斯 苏联之后的国际太空站 而且这个美国以及欧洲 联合建造的太空站 现在俄罗斯已经宣布弃权 所以这个太空站 可以讲是完全废了 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太空站 存在在地球的轨道上 而且现在中国的科技进步 火箭发射的太空船 已经能够到达了月球的背部 这是美国完全不能够达到的 而且中国的探测船 已经发射了到火星上 所以说这一场农争浮斗 美国与中国的两国 与天界与屠龙刀的针锋 十分的精彩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看下期 陪洛斯访问台湾 第三集 谢谢 再见 请看下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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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我 只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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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